新闻最后看到客家文化和艺术的结合会有什么样的展现呢 国立联合大学邀请了包含谢鸿军、钟顺文等六位客籍的艺术家 运用了像是版画丝线的媒材创作 展现客家女性、人文关怀等议题 传递客家文化美学 当代艺术创作展现出不同气势 国立联合大学客家当代艺术特展 六位知名的客籍艺术家共筑客文化美学 国立联合大学跟知名的艺术机构 台湾艺术银行合作的 从文化部台湾艺术银行的作品里面 选择了六位结束的客籍艺术家 这个展览是希望凸显 我们客家的当代艺术家的创作 跟我们现代生活之间的关联 这六位艺术家有来自北部的客家人 也有南部的客家人 还有香港的客家人 海外的客家人 每一位都代表一个生命经验 包含苗栗县在地外县市的客家人 拥有不同的生活背景 借由作品呈现当代艺术和客家文化 生活脉络融会之处 人与环境、生活与情感 族群与自我的复杂关系 每位创作者都是知名的客家人士 像是探讨女性生命史 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 还有客家成长经验 期待观赏者透过展览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客家情怀 我们这一次的作品 主要虽然是以平面为主 但它其实也涉及了 平面里面的不同媒材 例如说油彩、牙克力 等等不同的这个媒材 还有这个针织 不同的媒材 还有交材 希望说结合着东西方 不同的这个媒材形式凸显 也能彰显我们客家当代艺术家 在创作上的丰富程度 精彩的展览将转至2月23号 民众可以趁着平日前往参观 感受客籍艺术家 对台湾、对客家印象的美丽呈现 就是真正的 建议